溫氏警方昨天在拘捕一名涉嫌違反保釋令的男子期間 被質疑當時有幼同在場 但使用過度武力 另外昨晚溫氏發生了一宗因為衝突而引發刺傷人案件 根據一段在網上流傳的片段顯示 昨天在Trout Lake石居中心外 當時溫氏警方正是試圖將一名男子從車內拖出 但男子反抗掙扎 期間可以聽到 車內幼幼同哭泣尖叫聲音 不停叫喊爸爸 對於遭批評拘捕行動過度使用武力 不顧當時有幼同在場 溫氏警方回應指今天合法的拘捕行動 被捕男子涉嫌違反保釋條件和對其前伴侶安全保護令 持續騷擾對方 警方在5月曾拘捕他 當時他在屋內與警員對視幾個小時 而昨日疑犯嘗試坐上私家車逃離追捕 警方在要求疑犯下車微果之後 才作出進一步行動 起初並不知道車上有男童 其間多次作出警告 如果該名男子一開始就聽從警員命令 警方就沒有必要使用武力 另外昨晚8時半左右 在溫氏登白與西41Avonneau的一個巴士站附近 兩名男子發生激烈打鬥 其中一名17歲男子多處被斬至重傷 大量流血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其後 拘捕18歲的疑犯 他亦因為受輕傷而需要送院治療 警方現證調查事件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導